但不管怎么说 西征梦就连他德云社自己的粉丝 粉丝也没怎么笑 李博士点评郭德纲西征梦 我就昨天刚刚突起勇气 听了完整的郭德纲于谦说的西征梦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我不会再看第二遍 因为实在不知道他在说啥 讲的不就是自己做梦吗 这有什么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的 李博士以梦为题的相声并不少见 原有梦中婚 论梦本经典 近有梦有纽士敦 金钱梦等家作 您这一下可是否定了一大片啊 一点内容都没有 做梦梦里梦外 道梦空间 你看梦写的多细致 有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李博士 您竟然拿西征梦和电影 道梦空间去做对比 您这是做梦呢 反正我绝对不会看这种东西的 因为一点内容都没有 我看他干嘛 什么西征梦 你征啥呀 西到哪去了 征了什么梦了 怎么样了 杨凤雅 你是否约上的 我好 全场全场看完之后 观众没笑几次 结尾那个包袱的更没意思 什么变王吧 变王吧 是很有意思的事吗 一点意思都没有 李博士 您到底看没看过西征梦啊 你低头地上有一钢柜 对 拿过来扣上 让我媳妇轮圆给我一嘴巴 半夜你不睡觉 顶个弹筒 你得什么呀 做梦了 西征梦结尾是弹筒当钢柜 哪有王八的事 你看您张嘴说出来的弹筒 就是一个在我们 就是文明人的这个阶层里面 就不会拿来说话的一个东西 李博士 您可真是太高雅了 我的妈呀 没想到来了艺术家了 嘿 真棒嘿 反正呢 就这种作品 我是绝对不会看的 什么内容都没有 你们看到我的作品就知道了 哪段相声 什么内容都没有 你来我听 2010年到2020年时间 都有什么节目 一看全是我的作品 李博士 西征梦已经收录到了相声大词典中 您的一千多段作品 我怎么一个没找到呢 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我拉黑你更有意思 好的 拉黑了 爽 真的很爽 人才啊 请不吝点赞